昨天早上看到各种事业做生的最高官 明对三月以后开始 中国大陆就没再进口台湾的王来 所以今天副总统老秦敌 七点为贴以及上官林丸 是在北前后农山加冠军 来关心王来加冠上官进行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全国的富老乡亲 多吃凤梨 多挺农民 特别是企业也能够多多采购 福利委员会也能够多多使用这个凤梨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 从个人企业公司到加工业者 然后再加上国际行销 多元行销 我们不仅仅可以解决眼泉的问题 也可以让农民在未来的中长期的 生产行销方面得到一个稳定的帮助 虽然现在王来不能出口到中国 但为了要较报农民的需要 政府将医疗外销到计划 它去开发更多加工业商品顶关注 让市场行动支持农民 把这个外销跟战市场 其实从过去就已经开始了 凤梨本来的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更高 现在慢慢慢慢降低 那当然持续的推广这个通路的疏散 其实大家都做了很多 今年刚刚副署长已经提示了 扩大国内市场的这个消费量 尤其是加工的消费量 其实不管是宏宇或是其他 今天各家的业者 其实在距离以前 就已经陆陆续续的扩大这个加工量 凤梨对我们来说 可以恭喜凤梨的资格 哪些红花咖啡 和两花膳食纤维 期待着到过来 多大型加工充胜 多多开发凤梨的鸡蛋 再从另外一泡河输送鸡 好来 农民 大家一起吃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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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吃共鸣